金蕭大廈 被封為神劇的金蕭大廈 今天就在慶公宴上宣布會開拍第二集 已經離巢的李思華 有沒有機會參與 就成為大家最關注的地方 我呢 就仍在GVB 我就一定可以參與到 要看看思華姐 她有沒有旗 不好意思 我現在馬上去檢查 我也知道 思華姐很忙 遷就她的旗 我們一定會遷就她一起拍的 不可能 希望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走一走 兩位對時帝事後又有沒有信心呢 其實她拍的時候已經說了 通常拍到我都很有機會 不是拍到我 我再說一次 我們開拍之前 其實我們的記者有說過 黃豪信第一次做男人是跟我拍的 那所以呢 通常那些都會拿到時帝的 那 就是啦 今次我跟她拍 那現在就 應該這樣說 不僅是我 那我也要給你一些運氣 給你 當然啦 就是第一次 但我十六年都沒有什麼 說真的第一次合作 你就這麼厲害 什麼問 當然不問 我覺得你一點都不問 比起台慶 陳生聰的婚禮現在準備成怎樣 是啊 過兩天就從此被困了 其實現在都還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這兩個禮拜 特別是很忙 就是又要趕氣了 接著我們今次又宣傳了 接著有很多濕聲東西 每個都打電話來 就是要跟我 問我怎樣處理 那所以我還沒有時間去 去享受我做新男人的那個拍 但是我就已經很享受 整個婚禮 那些婚客會怎樣 接著阿炮嫂又打電話來 我穿什麼衣服 阿Ben又發給我 我今天出去買衣服 選哪一套 我心想 其實有什麼衣服要穿 有型的就行了 其實 因為他們 最主要 因為我的 invitation 有寫到 就是說要酷的 那他們就很緊張 他們怎樣為自己酷呢 是啊 你不如幫我 想一想 不用的啦 你穿回來平時那些都可以的 但是我說死了 其實我自己的衣服 我還沒試 我訂了回來 我還沒試 那我還沒知道 那不要緊 最重要到時候那晚開心就可以了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